臺北市長選戰已經落幕了 那麼前臺北市副市長黃珊珊 今天是在內湖區特別舉行了感恩見面會 現場湧入將近簽名的支持者來力挺 臺北市長柯文哲他也現身致詞 看起來這黃珊珊選後依舊人氣很高 而黃珊珊他也在會中宣布要成立 黃珊珊之友會 似乎有意要跟選民保持聯繫的同時 也同步來維持政治聲量 聽到支持者的肺腑之言 前臺北市副市長黃珊珊瞬間紅了眼眶 大選落幕黃珊珊回到本命區內湖 舉行感恩見面會 要親自向選民們說聲謝謝 現場即進進千人 全場作無虛席 臺北市長柯文哲也趁著假日現身立體 可見黃珊珊魅力死毫不減 黃珊珊選後動作頻頻 除了謝票和尚專訪節目 還成立山友會維持政治聲量 也讓外界猜測難道是提前 替2024立委選戰做準備 支持者有自己的想法 我會有自己的規劃 下一步回來我會告訴你們OK 對下一步規劃依舊保密到家 不過黃珊珊致詞中 這段訴說從政初心的話中 似乎也悄悄透露端題 就像24年前 我當時想要成為修改法律的人 我當時想要成為到體制內改革不公平的人 我做到了 毕竟承載34萬台北市民的希望 黃珊珊2024究竟是會選擇選區域立委 還是列入民眾黨部分區名單 大家都很好奇 不過同樣引發注目的還有黃珊珊前老闆 親民黨主席宋楚瑜選後首度現身 被問到台北市長選戰怎麼到最後一刻 都沒有現身支持黃珊珊 不是誰幫誰助選 而是真正一個團隊的精神 是今天台灣真正所需要的 對 後有跟黃珊珊聯絡過 好 謝謝 講完就走這題宋楚瑜顯然不想直球對決 即使選後宋楚瑜還是絕口不提黃珊珊 也讓兩人關係再度成為焦點 這陳思琦 陳怡向台北參謀道